來看一下現在外面的情況 雖然說車流量很多 但是今天是個好天氣 可以看到的 雖然還有一些烏雲在 但是其實已經微露陽光了 透過衛星雲圖 帶你們來關心這幾天天起變化 可以看到其實在台灣 東半部的這個雲系 其實漸漸是往東邊移動 所以在台灣上空 目前是沒有水系的關係 也因此在台灣的上半天 這白天的部分 甚至到下午都還可以 都是微露陽光 可以去騎U-Bike 或者是去郊遊也都沒有問題 如果今天有排價的同事們 那麼另外要來看到的是 如果是到了南部地區 可能今天下雨的機率 就會高一些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前幾天25號颱風 它原本是已經在這個附近盤旋 但是因為已經變成熱帶性地氣壓 對 它雲系結散了 這個南方的雲系就藉此北台 所以南台灣其實是下雨的狀態 透過地面天氣圖 帶你們了解得更仔細了 可以看到目前其實在台灣的南方 只有一個低氣壓在 已經沒有颱風了 所以現在這個南方雲系 這水氣的部分就會漸漸的往北 而且它籠罩的範圍 其實還滿大的 到整個台灣都會有 因此明天之後就要開始變天了 後天甚至是下雨 是下得非常的大的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幾天的天氣浴室囉 首先看到今天其實還是 是在晚上的時候會下雨的 而且晚上睡覺可能會睡不安穩 因為這雨滴滴滴 大家會下得很大 預估到明天 其實都是雨是滿大的情況 一直要到禮拜四的時候 其實雨才會漸漸的停 但是這東北季風 好像接力賽一樣的選手 一波接著一波來 在禮拜四的時候就會報導了 而且低溫是只有17度 今天也不容小覷 因為今天其實在 輻射冷卻的部分 有一些空曠地區 還是只有16 17度 這到了週末 大家可不可以期待一下 是可以的 雖然說低溫 還是有17 18度左右 但是因為比較沒有那麼濕熱 是乾冷的狀態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這個時間 來看各地的天氣預測囉 首先今天才看到 其實今天北部的低溫 大概是介於17度到18度之間 高溫大概是22到23度之間 下雨機率要歸屬在下半天 甚至晚上的時候 要來看到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也是微微的陽光會透出 下雨機率比前兩天少很多了 30%左右 現在的低溫大概在18 19度 大家就是早晚要注意保暖了 南部地區看一下 最主要是受到南方雲系的影響 所以其實下雨機率 要比其他地區要高很多 但是溫度的部分 其實滿平均的大概21度到23度之間 接下來來看到東部地區 東部地區其實宜花東 宜蘭百分之百的降雨機率 最主要是迎風面的關係 出門要帶傘 來看到外島地區 外島地區風很大 風景港 這個低溫只有15到16度 大家要注意保暖了 來 不可不知要提醒大家 首先要告訴大家是今天白天 甚至到晚上之前趕快出門 買菜的買菜 囤貨的囤貨 因為東北季風減弱的關係 白天還可以騎騎U-Bike 到了晚上就會下雨了 來看到是明後天的狀況 明後天因為南方雲系 北台的關係 全台雨勢都很大 大家出門一定要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天氣資訊